又是我小编狗和大家看看 上星期美国公布肥龙制数据 完成于预期 就像小编之前所说 美国虽退属于过分忧虑 不好的是,联储局未必急于减息 未来再一次出现减0.5里的机会 相对有限 但幸好市场仍然预期联储局减息的步伐变化有限 市场对美国经济数据的反应 正好就是未来看中国数据的参考 小编之前提及 未来对市场最好的数据 就是中国经济有改善 但未改善到中央停止构市 既可以炒经济改善 又可以炒银行放水 今天带起港股升穿23000点的动力 是明天中央游开记者会 讲旧市的措施,加上A股伏市 A股股闻又可以炒股 实际上很大机会 A股指数在明天会涨停 就看看会不会一直守着涨停这个情况 今天23000点之上应该有不少阻力 但是A股伏市 加上旧市措施之后 估计23000点短期可以站稳 因此后市可以选择持股为主 重仓减货可以 但不要贪心,逆市做淡 最后看看行至牛熊正街货比例 牛正比例持续远高于熊正 但是熊正街货贴格远高于牛正 行量之下杀牛杀红的动力都差不多 所以看牛熊正街货 言时启示性就属于一般 今天这条影片就到这里 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